房价一直居高不下 很多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子 而最近有房仲业者跟银行合作 推出了40年期的房贷产品 标榜每个月缴的钱可以少四成左右 但是有专家提醒时间拖得越长 利息算下来其实变高了 而且未来如果利率走高 对消费者也不见得划算 大台北房价动辄上千万年轻人实在买不起 为了吸引首购族 有房屋仲介业者跟银行合作 推出长达40年的贷款方案 以希望说我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不影响到我每个月的生活品质 这样的一个消费族群的手购族的朋友 他可能就适合这个所谓的40年的 这个房贷的一个方案 40年期的房贷限制35岁以下手购族 购买屋林35年以下的房子 不过算一算缴完贷款 可能都已经超过70岁了 真的划算吗 假如20几岁然后40年这样也要退休了 40年势必它的利息是拉长的 然后等于是原来20年的利息变乘以2 以贷款800万利率1.88%来算 20年期的房贷 本息平均摊还每个月要缴4万块 如果分成40年月缴确实只剩2万3 但40年下来总利息高达339万 足足多了178万 不止利息变多了 别忘了还有利率还有房价浮动的风险 学者表示美国也有长达30年的房贷产品 但是是采用固定利率 让消费者可以预期未来的风险 相较之下 台湾40年的房贷产品 恐怕还是很难吸引消费者 记者林中午郭俊玲台北报导